我們今天講到現在為止 有很多都是軍事上的一些動作 當然大家知道 軍事還是聽名於政治的 所以當然台灣的三軍統帥 蔡英文到此刻為止幾乎是沉默 因為他現在一直在數饅頭倒數 就是倒數階段 賴清德即將上任的準領導人 這兩天比較新的一個動態 就是他見了葛萊儀 美國智庫等人 在這裡你就會發現 當他有了這個身份 就是準領導人之後 我觀察到他現在 他的講話看起來非常的謹慎 話也變得很少 那他的話幾乎大概都是 過去外交部啊 領導人府的一貫的主張 沒有什麼任何脫稿演出的 看起來是有一條線綁在他的身上 那他在見葛萊儀的時候 就再度重申 他要維持這個台海的和平現狀 所以美方的主張 當然是一個中國 但是不希望現狀被打破 所以傑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今天談到這裡 你覺得現狀有被打破嗎 現狀一直在被打破 所以這個打破的方式就是什麼呢 就是用這種小步吃 小口吃的方式 就是說小口一步一步吃 這叫什麼 這就是說 怎麼講呢 竹這叫什麼 切香腸 一塊一塊切 驚吞蚕蚕蚕 驚吞蚕蚕 最後呢叫什麼 化岸為名 已經做了 其實美軍在台灣一段時間了 它只是化岸為名而已 那我剛剛講說 戰鬥機來 最後B52來對不對 還有呢 美國的軍艦 有一天突然停靠你的基隆港 它如果不停基隆 它停到南方澳 所以蘇澳 蘇澳我們那邊有一次 有一個軍有一個軍事海軍機 它停你蘇澳港 那這個又是它可以做的 它可以做的太多 也就是說 美國的工具箱裡面 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具 它譬如有十種 十種軍事艦艇的話 對不對 它從公務船到停 到最後停航空母艦 它可以有十張牌可以出 就跟飛機一樣 它可以說公務機 探射機到最後B52 它也有十種飛機可以降 所以它就一步一步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未來兩岸美國的策略 那賴清德事實上 它現在我認為跟這個 跟蔡英文的處境是一樣的 兩岸關係基本上 它不是坐在駕駛座 也就是我們今天一台車子 一艘船 今天蔡英文不是坐在 兩岸關係的駕駛座 誰在坐駕駛座 美國在開 方向盤是美國在操 做副駕嗎 還是坐乘客 後車廂 他可能 他已經塞到行李箱去了 在後面的桌子裡面 那蔡英文願意做這種人 他無所謂 對不對 他扮演這樣的角色 你看他所有美國照單 從防衛計畫 到所有的軍務採購 到最後部署 到最後美軍進來 哪一個是他的意思 無論都不是他的意思 這一步一步都是美國的意思 所以呢 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的問題是蔡英文 對美國人來講是百依百順 那賴清德不曉得 對 賴清德比較難預估 所以大家最近看到 賴清德的副手 蕭美琴最近要跑到美國去 結果美國他要去歐洲 說是處理私人事務 但是這個低調神秘的異常 當然啦 怎麼可能純粹處理私人事務 可能有一部分 所以他應該會到華府去 見一些他想要見的人 那他可能美方會 交代他一些事 那或者是說 我們接下來有一題 就會談到 臺灣的防長 真的是坐不住睡不著 那這個部分呢 這個領導人也很關切 那當然也在蕭美琴的 訊息掌握當中 可能是不是也看到了 一些不尋常 所以會不會到美國 也是有點求救的意味 有點求救意味 然後溝通 然後也順便跟美國 禀報一下賴清德的動靜 他的監軍的角色 他管得住賴清德嗎 蕭美琴是前任美國人 前美國人 前美國人 現任是不是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我們討論過 我不知道他現任是不是美國人 未來會不會又變成美國人 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過去前世今生跟未來 起碼有兩個 他都可以成為美國人對不對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你覺得他為誰服務 這是一個大問題啊對不對 他駐美做駐美代表的時候 做了幾件很有貢獻的事情 我說很有貢獻就是說 看你從哪個角度看 第一個吃美豬 對不對 第二個 對美軍售 對美買軍火幾乎燥單全買 對不對 然後呢美國提出來的東西 臺灣都沒有任何的反抗 台面上的我們都看到 台面下還很多 對基本上他就是延續 他的姐妹淘蔡英文的做法嘛 就照單全收嘛對不對 所以蔡英文有了他當這個駐美代表 所以兩個人就是一個在臺灣一個在美國 溝通極其順暢 但是賴清德的可預測性比較低 可約束性比較低 所以這個美國就把 蕭美琴當一條繩索綁在賴清德身上 對 蕭美琴會隨時通報一些賴清德的訊息給美方 對所以臺灣現在這個兩大領導人 一個是美方駐臺代表 另外一個就是臺獨的今孫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 最大的一個挑戰 我們作為一個臺灣人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的看起來 我們是透過投票選出來一組人 可是呢這些人是聽誰的 對不對 他聽少臺灣的少數 那那個聽美國的對不對 那而且他們在重大關鍵時刻 他會把這個臺灣這艘小船的舵 掌舵權交出去 交給美國在控制 所以這就是臺灣的命運 你自己要走上這條路 那怎麼辦 好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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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